小吴俊 你好 黄勇 你好 請是雙先生 戰鬥開救線去 聽我口令 預備 3 2 1 開始 黄勇 河都開出聲音去 比賽一場接一場很快 我們再一次來到 2018 喬世中世台球 國際大試賽江西休水站 TV1號台的比賽現場直播畫面 我依舊是蘇欣元 依舊還是張慶勇 嗯 我跟張知道啊 風里玉里在我們喬世002的直播間 等你 對 比賽對陣的雙方是左側 來自韓國的球手黃勇 對陣中國球手賈福軍 比賽採用13局7勝 80分鐘限時 雙方輪流衝球 黃勇啊 這位球員也是 聽張志导之前介紹過 嗯 他也是沿邊啊 對 咱們的華裔 對 長期去韓國那邊去工作發展 嗯 有可能現在是 入了韓國拿了那個綠卡 或者那個急了 比賽開始 是 而且一站一站的 打得越來越好 真的是在這個對抗當中啊 比賽當中 練就了一身過硬的啊 殺地本領 看看本次比賽的發揮如何 在四平跟雙鴨山 都留下過一些驚艷的表現 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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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夫君上手 要不要把这七号车顶跑一下 这干球十号球啊 干法不用特别高 在一些右侧旋转 调到九号跟十四号 中间这个位置 不好 有那个想法 但是没控制的特别好 还能接受 最起码十四号 中代还能进攻 然后白球再往上留一个 打九号中代 然后下来的角度 又小了嘛 感觉好像有点较直了 因为最关键的是 你下面两颗夸色球 都跟对方的单色球 碰在一起 你很难一干解决这两个问题 这是要薄十三吗 那白球顶红三 还好 那么中代的十一号 还能拼 来看看角度 十五如果够下 这干球轻推 力量不需要特别重 比赛 留给黄勇的难题还是不少 这杆打五号右边中带 主球是有机会 撞到左边中带上方 稍稍带一下二号球 杆法不需要特别低 打出分离角即可 看黄勇会不会这么选择 两个难度一个二一个一 都是单色球青台 所必须要考虑的 先打二也可以 轻轻小花蕾 轻轻小花蕾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现在如果用红酸来 去带这个黄鱼难度还比较大 看黄涌啊 有把握就打红三 从下方之后向上兜一下 欢迎这边带一带 像兜十五的 合理啊 兜一的话很容易 开完之后没机会 轻打不进 看能不能做防守 中三肯定还是漏的 在这个角度 在这个短视频当中 好像有人打过一些技巧球 就是有一个双击 然后打完之后呢 十一比利普遍很近嘛 弹起来之后再借这个主球 比赛当中这种球不太会打 对 冒险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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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看这个白球有没有露出来对方进攻的 可以 从画面上来看这个五号的右边底台是肯定有下的 这根防守不好啊 还是漏球了 那么十五 正常打进高杆弹底裤再往上走啊 就8 左边中带 一刀两裤 安靡备 先说是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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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甲夫君这位球员打法很稳健 绝对不冒进 所以说黄勇这边多多少少的 有一些被甲夫君牵着鼻子在走 但现在这一竿来讲并不算好 不光是说他的四号 还是停在了库边的位置 最主要的是他已经把球台中间的很大的一块开阔地 留给了黄勇 背杆 越大越花少 游14最后走8 是一常见的一个套路 这个就可以 如果不带旋转的话 直接推进15 开球弹顶库 做到开球线的位置 13 10 14 比较简单打法 如果喜欢发力 下低竿弹顶库 往左侧去走 做13做10 我感觉还是推起来比较简单 跑得距离远就有风险 力量 好够大 这位置肯定不是他想要的这个位置 有点偏大 对 黄勇看着好像娃娃脸啊 年龄不相大 但是也三十往上了 位置不算好 关键是你打右上方 那个花球的时候 8号球 出干位置要小心 小心 这个球杆不要碰到8号 干准动 打进8 左面动弹 好够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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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5号左上 但是可但是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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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的导播非常懂球啊 可以先帮助明镜与点栏目 可以先帮进座人防守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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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的火力不是那种超级强啊 是 比如说 轻台轻台轻台 那么但凡是留一两根机会啊 周旋的时候 可能你就不占优势了 这让我想起了我 就是还没有做这个评论 包括排球这一行之前 在2008年09年的时候 在这个某视频网站 看着这个黑八王中王的比赛 当时 郑宇伯跟李赫文打比赛 郑宇伯第一场是跟01 打完之后 行云流水印象特别深 后来转手跟李赫文打的时候 老手戏完童 真的是 就是你准 你都没有准的机会 全给你打角度 全给你那种就是 看得见打不着的球 当时也是让我啊 十年前的我感觉 台球可以这么打 你可以这样来打吧 你看就是 你比我年轻你比我准 但是我调度你 嗯 这边 这边贾夫君肯定还是啊 争取想要利用一些其他球做上 然后有自由球 这样更好打 那毕竟是做起来啊 这个解球难度不算是特别大 啊 黄勇呢都可以跳球去解到 你这干的话 带口球啊 打进过来 白球 还在走十四 十四 勉强能打啊 但距离有点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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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理想 不行的话 把十二打跑再防一干 或者把十二十一打活 利用十跟八啊 啊 来做防守 过去是还要再防一干啊 打十一 白球往十二下面轻轻放 这条线 嗯 两裤 三裤 对 两到三裤啊 右边边裤 屏幕上方 然后再勾 两裤男 三裤相对两裤来讲好一点 因为它的范围比较大 对 你像 据我所了解啊 就像开轮啊 嗯 嗯 这个运动啊 韩国还算是水平比较高的 是在亚洲来讲 对 世界范围里边 开轮里边好的像荷兰啊 德国 还有俄罗斯 都可以 包括意大利 嗯 嗯 我们熟知的一些品牌 都是从做开轮球干开始 对的 而且我之前看过一个比赛 它是出题 出完题之后还有小旗 小旗子 放在这个球带上 嗯 你得是打弧线也好 打完之后绕过去啊 对 然后拿球员拿的那杆 长枪短炮 踢八根 好像 粗的细的长的短的 嗯 有头的没头的啊 都有 打着各种效果跟干法的球 球干啊 那要一出门 知道的是打台球的 不知道以为卖球干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稍微稍稍了解一点的那个高尔夫啊 对吧 对 那一桶脱了 您说了有的是打这种沙坑地的啊 有的是打这种草皮地的啊 不一样啊 短距离长距离 没错 就光推多让把它动啊 都有讲究 嗯 好准 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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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嗯 好准备 好准备 啊 你 你 年代发生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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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从这个地球变了云河了 云河粉碎吗 对 没看全 没有童年 好 我们换下一话题 开个玩笑 那时候我印象里 那时候我印象里好像是 就是有时间限定的 然后固定时间只播两集 对对对 多了不会播 每周好像有那么周末两天 还是周末一天 你是直接就是一帅会了 嗯 就是从第1集 有漫画 那时候 那时候9块5吧 5本 9块5本 9块5是5本 1本是多少钱 多少页1本 不到100 10万多页 那你100多篇 那是1001页了 1本就差不多890 那就把所有故事全讲完了 从青铜到 5本是1卷 一共差不多12卷 60本 没少买 买了好多 就像以前 我们那年代叫小人书 对 也成乡成乡买 买 小时候因为看漫画书 没少被 被教练猜 对 怎么能说的文明点 那叫揍 那漫画确实给童年 带来不少乐趣 没错 增加了不少想象的空间和画面 不像现在的小朋友 都是这电子的这个东西比较多 对 现在反正是 多数就是让你把这个非常好的视力 变成一个可以戴眼镜的视力 真的是稳的 那么我们其实还可以聊一聊 比如说动画 我印象里这个台球方面的动画 好像动漫 没太怎么看 动漫还真没有 是吧 没有 我印象中也没有 没有 确实没有 张志导第一次接触台球 接触台球这个运动 您还记得是什么时候 什么画面 什么 基本上就是跟同学一起 逃课 逃课 然后出去玩 那时候大家可能就是有一些想法 比如说去这个电影院 看电影 但是那时候看电影也不是说 因为没有钱 买不了票 趴在这个门缝里看 文化工 地区文化工 然后刚好在这个 地区完工里面 专门有一厅 那一厅里面可以放几张球台 被一个人租下来了 然后才有机会接触到这个东西 最早只是看了 根本就没有碰过 师庙 我是七八岁 我父亲 给我买了一个迷你的 小球台 小特小玩具的那种 我爸在球台上欺负我 独生子女吧 说不起 天天跟我爸 记着白脸的 是吧 不能赢我 每时候这样的 对 第一次在知道台球 第一次看台球是斯诺克 旁卫国跟 是基金斯还是谁 在电视上有转播 那个时候应该是 小彩店 或者小黑白 小彩店 对吧 90年代应该是 90年代 那么我想想应该是 行牌杯或者剑牌杯 名字我想不起来了 然后是央舞 对吧 那我就想不起来了 我就知道绿绿的 对 看着球近 那个时候真是 有画面感 那个时候第一次 很小接触台球 后来那玩具还在吗 没有了 早就没有了 现在玩具店里面有 有类似的 对 那你最起码还是 小时候就那个年龄 就体验过 证明你跟台球还有有缘 是 虽然说 你向往绿草地 绿音场 对 奔跑起来 对吧 放飞自我 您怎么知道 您怎么知道 而且边放飞 边奔跑 边唱歌 对 对 乐团没戏 是吧 小时候我住乐团 江湖人称 乐团没戏 打篮球 我腹外一小 腹外三井兽 反正球打得不怎么样 但是说 吹牛这一块 肯定是一线 有证是吧 好 回到比赛当中 贾富军 关键球低竿发力 看回手 借力 有一定运气 但是 还是 贾富军这位球员 我觉得他的 打球的态度 是非常好的 他肯定是 首先我要把这球 打得更合理 更能让我接近胜利 根据我目前的 竞技状态跟水平 不太会去 就是说尝试 强行的去拼 等等 好球 始终是给黄勇压力 对 而且这场上的节奏 感觉就是被这个贾富军在控制 这场比赛跟上一场有一点点节奏 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这个时间 时间过半了 马上就40分钟 然后分数是2比1 三盘球 第四盘球现在还没有打完 而上一盘我印象里 在这个也是2比1开始 打到2比2平和3比2这两盘球 一个纳西奥呢 跟对手是来回 蒙哥莫 对 打了很长时间 正有一盘我觉得应该在10分钟左右了 已经是 但那一盘内容还是比较多 没错 不妨传下 借力 踢死你的球 把你球挤走等等这些 防白球 防目标球 10号 绕过来 勾 没有碰到 来球 往上太多 解采时间一部分 接采时间一部分 转过来 有看这个位置 可能还是有机会可以去扫过边 确实可以 轻轻打 看板号球的准度了 准 好球 第四局 贾富军胜 铁分二点 谢谢 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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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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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比二评 那么现在又是黄勇上手 今天这场比赛 能看出来 如果黄勇流畅的 这个进攻打不出来 一旦对手进入到一个周全阶段 还不一定是战戒手 贾富军这位球员能看到经验还是比较老道的 球风非常稳健 用这个网络游戏的话说 贾富军这位选手就属于是甲后 雪多 怎么后 怎么后 就甲后 盔甲后 防御力高 防御力后 雪多 怎么打 反正还有大方关起 对 打不动 你除非你除非你是能够保持一个非常连贯的手感 持续的输出 你要不然的话 到后面 你肯定雪没人就多 对吧 光光 几个暴击 你就偶尔了 对 打法真稳健 而且关键人家反击这一块有 对吧 贾富军不是说我在你给我机会的时候打不好 关键球处理 还是说能力比较强 能够打得近 敌竿叫十号球左上方抵戴就好了 稳一稳再看一眼 不需要很低 稍稍给点力 往上走一点点 好球 这盘球 没太敢往上走 求稳了 对 又是叫了个底带 六局 黄勇松 别分 三比二 开球 特别 gan 下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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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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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保持安静 对 不要强制的去打这个 不好打的六号球了 然后刚好是上面 把这个三二四 打完分别往下走 下面刚好是两个底带 六号这个位置 是中带底带都可以打 所以说打三 合适 滴杆往回 考验你滴杆能力 对 皮头接触主球那一刹那 速率最快 就是内功心法 每次打球之间都先默念 一再遍 出竿 慢加速 匀速出竿 皮头接触主球那一刹那 是最快的速率 打住之后 球竿停住 不要动 整个动作完毕 手里 起身 但是有前提 打通天地二条 还有 人都二脉 才可以成为一代高手 死炼没有用 对 也就是说 你的思路 也就是你的想法 一定要到一定的高度 有一定的存储量 你自己在家练 闭门造车 到一定层面之后 你必须要走出去 必须要走出来 对 不同的类别的选手去对抗 你最好的老师就是对手 对 而且最好的方式就是打 小时 纵视台语比赛 没错 你能在这里碰到 真的 你想碰到各种各样的球员 和选手的风格都有 细腻的 缜密的 防守老练的 进攻犀利的 你都可以帮他打 一盘球给你打20分钟 有没有 有 对 一盘球 30 40秒左右 可以打光的人 也有 什么样的球员都有 所以这么好的比赛 快来吧 报名就信 400 多少 600147 对 报告来了 关键疗效好 贾夫君 再来 又是一个中带 但是这个比前面 他追那一干的中带 要好打一点 第六局 小福君 上 米分 三米三 太久 上台 休息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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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角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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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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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的事 抓一个小粒 下来 可以推 有信心就把石打掉 再从上往下 觉得角度控不住 再拿石二再调 黄勇也是觉得局面越来越好 走路都生风 越来越快 他节奏是打打折 就是上感觉了 上状态了 就是节奏比较快 十五条九 可以往上多推一点 对啊 不用想太多 简单打法 调直 一根回去 然后就同代 有角度就 蹬下来 再上去 都可以 一杆 挂了转散 第九局 黄勇算 比分六比三 太久前台 官方张庭十分钟 四分钟位到 看回去 比赛继续 第十局 脚步均开始 看看啊 暂停之后 比赛回来 那黄勇是手卧赛点 在三比三的时候呢 其实 贾布军跟黄勇 还都是五五开的 一个表现 但是结合局面啊 黄勇这边 抓住机会啊 连拿三分 把一个军事的比赛啊 现在呢 延展成了自己领先 看贾布军 这边能不能够突破啊 这番是有一个清态局面 唯一的难点就是这七号球 现在打也可以啊 因为三号球呢 在右边中带可以接应 只要控制好力度就好 这个就能调五号啊 就调五号 打三调五 五号的角度有点别扭 那么你把二打掉之后 你得留一个位置 就在这个十四跟十五中 十四跟十二中间啊 打这六号 合适合适啊 这边 看你要不要从十二号左侧上去 也可以啊 下低竿带一些左侧旋转 从十四跟十三中间 再上去 直上直下 直上直下就有风险 就是这力度啊 很难打透啊 看准度吧 我好了 你放到这个位置 对手可以做防守了 十三十二十四 都是眼底啊 白球离库边很近 能看见十一 但是打起来有风险 打九号一旦控制不好 主球下来 还容易漏球 对 走一八号 其实我觉得黄勇 肯定还是在想 放到哪一个位置啊 就是 贾富军截起来啊 不太容易去截到带口 或者那种 连着往带口方向截 能截近 截到带口附近的这种线路 给它风躲住啊 让它很好地去 完成这样的截球 如果现在这个位置 横向截 九号现在打住了 没法 你从屏幕现在的方向 扎杆过来可以啊 跳杆过来可以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在十二球的左边 从上往下截 这黑八相截近 也比较难 这杆球应该会扎杆 抬高杆尾啊 下优赛 扎杆 这杆球 八号附近的这一颗花球 打过来 换用机会相当好 这杆球 白球反应的太快了 嗯 等于说它立的这个高度是足够的 但是它向前面啊 就是假设的这个 出来的点位的位置的线路 有点太靠近黑八这边了 那平时那个 您有在问 然后呢 球友也有在问 这扎杆怎么扎 其实我们平时呢 根据自己这个 白球与障碍球的距离 来去判断 你这个抬高后面垂直的 这个倾斜的角度有多大 对 然后首先是有个假设点 你可以把它叫ABC无所谓啊 假设有个A点 你要先确定 你白球出去的方向的那个点 刚才就是啊 这个A点 它贴的这个黑八这边太近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它垂直力的这个高度 太垂直了 等于说它弧线容易扎得比较夸张 弧度比较大 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说刚才 它这个方向过来 它想要进 还必须要弧度大 因为黑八是离库边进的 必须从上往下切 薄球才可以进 所以以它这个方向来说 我们怕的就是A点 太靠下了 往上点 再直白点就是 你把这弧度这个 往外让 让多点 对 海红这个位置 绕出来 但是黄勇这边应该抓住机会啊 看看有可能要完成比赛了 低竿向后 较14 没问题 应该就小驴推进了 对 三点五十 是下一时段比赛 恭喜网友 那我们三点五十再见 再见 舒服 dining اء 車拟范 relevance 扶车 队范